在陆地战场上坦克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凭借它厚重的装甲和强大的火力 在战场上犹如钢铁怪兽 但随着时代的进步 反坦克武器也成为了战场上必不可少的装备 今天火力军就为大家介绍一款 由苏联时期研发的反坦克武器系统 这款反坦克武器系统 其名称为9K116纸杰套环 或是AT10圆锥 它的出现可谓是给老师坦克带来一丝希望 究竟如何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AT10圆锥反坦克系统是在1970年 由俄联邦仪器设计局所研制和生产的 在类型上属于炮射式反坦克导弹 相比现代的便携式反坦克武器 它不具备单兵作战的能力 但它的性能还是很不错的 关于AT10圆锥反坦克系统 最为主要的有三部分 其一就是发射导弹平台 这个平台要使用一种100毫米滑膛式反坦克炮管 第二就是它的激光引导设备 据资料显示 使用的是1K13引导装置 而最重要的则是它的战斗部 这个战斗部所使用的导弹 被命名为9M117堡垒 这也是整个系统中最先被研制出来的部分 也是整个AT10圆锥反坦克系统中 最为主要的部分 关于9M117堡垒导弹的参数如下 9M117堡垒全重25公斤 直径100毫米 在动力系统上使用的是固体火箭发动机 其最高速度可以达到每秒370米 在射程范围上 最近有效攻击距离为100米 最远有效攻击距离为3公里 在威力上 9M117堡垒可以击穿3公里外 275至550毫米的压压均质装甲 在制导方式上 9M117堡垒使用的是激光制导模式 虽然这种制导方式放到现在有点落后 但是在当时这种制导模式可以说是非常的先进 相比同时代的反坦克武器来说 其精准度是非常高的 关于它的发射平台就比较多了 它可以由T55AM主战坦克发射 或是T62M主战坦克 BMP3步兵战车 MT12剑反坦克炮等设备发射 至于这款AT10圆锥反坦克系统的来历 上面也有提到 是在1970年间开始研制的 而关于它的出现 可是跟世界第一款正式服役的反坦克系统 9K 112眼镜蛇有关 在这款9K 112眼镜蛇服役后 因为数量太少 只有少数装备在前线部队中 所以苏联俄联邦仪器设计局 开始研制一种更加精确制导的武器 于是在1970年 苏联就开始对AT10圆锥反坦克系统研制 但这个反坦克武器系统是被分开研制的 其导弹部分是由伊格尔阿里斯塔科夫领导下进行研发 而导弹本身的激光制导装置 是由切克科姆诺夫团队进行研制 在1981年的时候 该武器系统研发成功 并在1983年开始装备在苏联军队中 而这款武器系统的产生 可以在短时间内以较低成本让旧式坦克 例如T55M、T62M 形成一种另类的现代化作战的条件 除了这些外 还可以让这些老旧坦克的服役寿命进行延长 在作战性能上 也使得它的战斗力几乎可以与现代坦克匹敌 大幅度的提高这些老旧坦克的作战效能 而最大的好处在于 发射9M117堡垒导弹时 无需更换坦克的炮管 这相对于美制MGM-51像素反坦克导弹 需要装上专门的发射器 并且移除发射标准弹药的装置而言 省去了很多麻烦 并节约了大量的准备时间 不过这款AT10圆锥反坦克系统的出现 已经有些晚了 因为这种武器系统需要使用旧式坦克 但是当时因为国际紧张局势下 早期的T55和T62坦克已经逐渐的被淘汰 到了最后 只有少数的坦克才配得上AT10圆锥反坦克系统 关于它的外形和使用 火力军在这里也给大家科普一下 AT10圆锥反坦克系统 使用的9M117堡垒导弹 在外形和发射方式上 都与普通的100毫米反坦克弹药是很相似的 在导弹离开炮管后 会有一个小盖子 从导弹后部的小型窗口上掉下来 这个小型窗口装有一台 可以检测到激光调变的传感器 发射出去的导弹可以利用这种调变 调整方向 并且保持它在追撞激光当中的位置 使用这种制导 它可以不受外界无线电或光学手段所干扰 而采用的1K13激光引导装置 可以安装在发射平台上 方便士兵的操作 而在导弹离开炮管后 固体火箭会在1.5秒后点火 为导弹提供动力 并且这款导弹还拥有一种特性 就是在该导弹飞行26秒后 没几种目标 导弹的引信就会自动引爆 对周围物体造成伤害 也是因为这种导弹在当时非常的优异 所以苏联对AT-10圆锥反坦克系统 使用的9M117堡垒导弹 衍生出了另外三款型号 分别为9M117M尖 9M117M1阿尔坎 9M117M2布洛克 这三种导弹参数和基础型的 还是有很多区别的 例如9M117M尖型号的导弹 它的重量在27.5公斤 最高速度可以达到1.09马赫 而它的有效射程在100米到4000米 至于威力 9M117M尖可以打击4000米外 600毫米的反应装甲 至于9M117M1阿尔坎型号的导弹 它的重量为28公斤 最高速度也和它前型号一样 具备1.09马赫 但它的有效射程要比前型号远 其有效杀伤范围在100米到6000米 至于它的杀伤威力 可以打击6000米外的反应装甲 最后一种型号 9M117M2布洛克导弹 它也是9M117系列中威力最大 性能最好的 它的攻击范围可以超过6000米 可以对这个范围外850毫米的 反应装甲造成严重破坏 其威力在当时的战场可以说是非常恐怖 这几种类型虽然在性能上有所不同外 但是在发射模式上都具备三种模式 分别是主要模式弹道模式和紧急模式 主要模式是让激光束与瞄准线重合 弹道模式是将激光束与坦克炮都稍微抬高 然后导弹就在炮手的瞄准线上方3米发射 当与导弹的距离小于500米时 降低激光束并且与瞄准线重合 这种模式可以减小攻击过程被发现的概率 紧急模式下主要仅适用于目标在1000米范围以内突然出现 在这种模式下命中概率较低而且击中地面的风险更大 这种模式也只有在最为紧急情况下才会使用 不然也会对周围队友造成误伤 虽然现如今这种武器有些老旧 但是它的作战性能还是不错的 并且使用这种导弹 还可以让一些老式的坦克在战场上有用武之地 不过它的服役时间也是快要结束了 毕竟在快速发展的时代 反坦克武器的发展也是日新月异 一些国家更是注重一些便携式的反坦克武器 这样更为有效地提高单兵作战 不过这种反坦克武器的产生也是因为时代所致 例如在1980年的时候 苏联还研制一种口径更大的反坦克武器 就M119反坦克导弹 这种导弹可以由125毫米花糖炮发射 在威力上它可以贯穿700至750毫米的压压军制装甲 好了 关于AT10圆锥反坦克系统就讲到这里 大家还有哪些想看的武器 以及对这款武器系统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